沒有啊 我們家沒有別人在啊 沒有喔 你們家是在有一個黑人 聊天室 不要鬧好棒 欸 你幹嘛勒 我幹嘛 你幹嘛 你幹嘛 你冷靜一點 我們要開場了啦 可以跟我一起開場嗎 OK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彩 今天呢 覺得有一點點的 這麼的給他可怕 為什麼呢 因為之前我跟萌萌做過一支 有關於機上鬼故事的影片 大家還記得嗎 然後之後大家敲碗說 我們要聽鬼故事 我們要聽空姐 我們要聽鬼故事 大家 就是 有時候我也想突破自我做一些不同的東西 大家辦法支持哥好不好 那現在 我要來開始我們的鬼故事第二集了 在開始之前呢 請你幫我按下訂閱 打開小鈴鐺 分享給你所有朋友 趕快救你的爸爸媽媽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 一起來訂閱阿彩 OK 好 我們鬼故事第二集要開始了 呃 其實我有蠻多個在手上的 啊 要講哪一個好啊 你有哪幾種 我有就是在外站的Hotel的 欸欸 幹啥 又去哪咧 你可以專業一點嗎 OK 專業一點好嗎 欸 呦呼 Sit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專業一點好嗎 鏡頭在那邊 謝謝 謝謝 就是他現在一直打我 我要講鬼故事的情緒 我現在一直 啊 而且我剛剛運動回來覺得很累 Sit Sit 妳要 試試看 你說這樣嗎 對對對 然後 然後你手要電話指 然後 Oh my god Oh my god 然後咧 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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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給我一個台詞嗎 呃 你就隨便講 因為它都是那種很real的那一種 就是Oh my god 欸 你怎麼這樣 它是有點鼻腔的那一種 哈哈哈哈 到底觀眾想說 要不要進入主題 哈囉我現在要來講那個 鬼故事 Let's go 剛剛我就看了一個鬼故事了 沒有像嗎 有 可是我覺得很不像 你要 妳要在鼻音中 你喝一個 哼 好 對了 Let's go 我覺得哪裡怪怪的 可以不要再玩我了嗎 好好好 我看是助理學得挺開心的 好 我們現在要開始我們的鬼故事了 那我就先講一個 既然衣服在我旁邊 我就先講一個跟狗狗有關係就好了 那這個呢其實跟空服也有一些關係 首先要先講到我之前住的地方 我之前住在香港的時候 我是住在原方 如果香港的朋友可能知道 我住在原方的上面 就是凱旋門 也就是W Hotel的對面 那邊還不錯高級 所以我住在那邊蠻久的 那當時呢 就是我會覺得 那時候我跟我的室友 也就是波太靈異臉 就要出現一次 那時候我跟我的室友都會覺得說 他可能覺得很容易累 然後我那時候還蠻常生病的 那我那個房東 基本上他在那邊買了兩棟 就非常有錢的人 然後隔壁搬進來一個馬來西亞的婆婆 然後呢 婆婆就是來就跟我們打包 因為婆婆跟我們蠻好的 然後婆婆就跟我說 因為婆婆年紀非常大 她就跟我說 她覺得住進來之後 身體也是覺得很不好 然後我也不以為意 我可能覺得說 是不是因為我太愛打遊戲啊 或是飛得太累了 所以導致於我很常哪裡痛 或是生病 那時候我蠻常生病的 然後有一天呢 我就在台灣 然後我的室友 也在台灣 那時候他就打電話給我 說欸Honey我要跟你講一件事情 她就說 我剛剛跟我一個朋友見面 那她的朋友呢 是有辦法看到東西的 所以呢 那時候 一連姐就很高興的說 欸我要給你們看我家的狗 大家如果知道的話 我還有另外一隻狗 我就是剛開始在美國生活的時候 就養了狗狗 那我就回來 當然就把她帶回香港 所以她現在就一直住在香港 那導致有人問說 欸為什麼QB不一起帶回來台灣呢 因為我兩邊飛 再來就是QB現在已經十 差不多十三歲了 十四歲了 所以我不想再讓她坐飛機了 那她在那邊 因為我跟我室友住了很久 所以她在那邊的時候 她就是有 保母 還有室友 還有我在那邊的朋友 一起照顧這樣子 那現在碰到COVID-19 就是我沒有辦法回去 所以比較麻煩一點 那上個月我就是請了一個月的假 然後就特別飛回香港 就是要看QB 那不過QB我們每天都會Facetime 因為很多人問說 欸之前那隻狗狗QB去哪了 QB就是很開心的在那邊 可能跟我在 跟我在一起還要開心吧 Anyway QB她很正常 她就是從來不會自己叫 因為我家裡有裝一個那個FERBAL 寵物的監視器 對寵物的監視器 她從來不會自己在那邊叫 或怎麼樣 我從來沒聽過 然後一連結就跟那個朋友說 欸我跟你講 你想看我們家狗狗嗎 因為她手上也有那個監視器 所以她就打開說 欸你看我們家的狗狗 然後她朋友接過來 她就說 欸 你家狗狗好可愛喔 然後她就跟他講話 之後就問說 啊 啊你們家還有另外一個人在喔 蛤 然後我就覺得有點傻眼 就是會嚇到 我室友就說 沒有啊 我們家沒有別人在啊 她就說 沒有喔 你們家現在有一個黑人 坐在你們沙發上 人員滿大隻的喔 我已經吃雞皮疙瘩了 然後我就想說 傻眼怎麼會這樣 於是呢 我那個我室友的朋友 他就跟我室友說 你們家這個地方風水不是太好 因為他不知道以前是什麼 所以你家那個地方是會有很多的靈體 進去但是出不來 可是他們沒有意思要害你們 就是都沒有這些徵兆 但是就是出不來 於是呢 我就想說 嗯 因為我自己就是 我相信這世界上有別的物體 但是 我不到說去 這麼的 迷信 也不能說迷信啊 我就是寧可信其偶人 反正一連結就說 她要去什麼帝王 什麼藏廟 然後她就說她要去拜拜 那我就說 那我有什麼需要做嗎 她就說 呃沒有 因為我也就是很忙 所以我就沒有想太多 於是那時候她就還在 呃台灣 她就下一次回來的時候 她會去解決這件事情 嗯 然後 嗯 我們就各自 那時候就各自飛了嘛 然後那個朋友就跟我室友說 呃 這一個黑人 他看起來是跟你們兩個其中一個 從飛機上回來的 因為我們就想說 欸 就還蠻特別的 怎麼會是一個黑人 所以他才跟我們解釋說 這看起來就不像是 就本來在那邊的 他應該是跟著我們從 飛機上下來 然後回到這邊這樣子 然後於是我室友就說 她會去找時間 回來台灣再去處理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就想說 反正寧可信其有 就 既然她的朋友這樣說 因為她朋友看得見嘛 我們自己看不見 但是那個時候 其實 她講完 我們就 我就跟我室友有感覺說 欸 有一次我在家睡覺的時候 我就聽到門外就是有人在 推響子的聲音 好像搬家的聲音 嗯 但我也 沒有去想太多 有時候都會聽到一些奇怪的聲音 那QB她本身就是會 一直很奇怪的 對著一個地方看 或怎樣 但是她從來不曾叫過 然後那個時候 呃 因為我們都要飛出去嘛 所以就沒有時間 也就 也就慢慢的就先隔著 反正說想說 飛回來再處理就好了 然後我們飛出去回來那一趟 我有一天 就在外站 我的手機就突然響了 因為我們家如果狗狗在叫的話 寵物監視器 它會通知我的手機 它就會響 所以我就把它打開來看 我覺得非常可怕 我從來沒有聽過QB有這種叫聲 我把它打開來 QB就坐在 躺在沙發上 然後對著廚房 一直這樣 它一直哭一直哭喔 哭了非常久 然後我想說 OMG這好像不處理不行 因為 怎麼會QB一直一直這樣子 他從來沒有這樣過 然後那時候 我就飛回香港了嘛 那時候飛回香港我就跟我室友說 因為我不懂 我就是比較西方 所以我不懂我就跟我說 室友說你趕快去處理一下 然後那時候呢 我馬上講完這句話之後 我就開始生病 我就開始發燒 然後我就沒有辦法就是 工作 工作就沒有辦法很快康復 然後最後呢 我就叫我室友趕快去 去處理這件事情 那他處理完之後呢 那一陣子 我都再也沒有看到婆婆了 我想說奇怪 婆婆去哪裡 因為她有時候都會想要買東西給我吃 然後有一次她就想說 你要不要吃酒釀丸子 我心裡想說 酒釀丸子 酒 再想一下 我不能喝酒欸 對婆婆就是人很好 然後我就一直都不見她的蹤影 於是有一天 她把這件事情處理完之後 我就在樓下遇到婆婆 我說欸婆婆 好久不見 她就說喔我搬到對面去了 就是另外一棟 因為款學門是兩棟嘛 她搬到另外一棟 然後她就說 因為有一次 就是在那邊她常常就是會 就是身體不舒服哪裡痛 然後有一天她就在家裡撞到 然後她就倒在地上 然後沒有人發現她 不過還好後來她兒子還是什麼 然後就找她 所以有人找到她 因為她整個暈倒在地上的狀況 然後她就跟我說 你們在這邊都不會覺得怪怪的嗎 我就說 喔我就把QB的故事講給她聽 她就說 她有去找人來查 就找人來看 她就跟她那個朋友講的一模一樣 她說我們那個區域就是 什麼靈體進來 她沒有路可以出去 所以你要去找路引導她出去這樣子 所以她們也沒有特別想害我們 可能就是太多了 所以那個氣場一整個導致我們會 身體不舒服 沒有想到 飛機上會有人跟我回來 我真的 那好可怕喔 你有想過 跟你回來的時候 你會躺在你們睡覺 之類的 你為什麼要做這種假設 但是她可能不是跟我回來 因為那時候我已經在開直播 所以其實我飛得非常少 嗯 我覺得應該是跟 藝人 應該就是藝人姐回來吧 你不要沒事就是 帶帶 帶黑人 黑人老大回來好不好 對所以 這件故 這個事件就是 我覺得還蠻可怕的 因為現在我講出來 可能 你們會覺得說 沒有那麼的可怕 是因為我可能在頻道上就是希望給大家帶來一個 愉悅的心情 所以沒辦法講得那麼沉重 因為那時候 其實我們病得還蠻嚴重的 然後 婆婆那時候也是 她說如果 那時候沒有人找到她的話 她可能就是 走 就是 她講得那麼白 她可能就是會 不妙這樣子 然後她就跟我說 那個 她就抓住我的手 說Honey啊 你們喔 要趕快搬走 不要再住在這邊了 然後我就覺得很驚訝 所以我就說婆婆好 然後回家就 就跟我室友說 我不管 我要住在開學本 我不管 我要住在開學本 因為我們那邊很方便 就是下面就是高鐵 然後就是 機場快線 然後下面就是 就是一個 Mall 對 就是一個Mall Shopping Mall 下面就是什麼都有這樣子 然後 她就說不行啦 我們不能再住這邊了 怎樣這樣我們要趕快搬走 於是我們就搬到便宜庫 沒有啦 這樣講得那麼清楚嗎 因為我室友很愛喝酒 所以我就搬去中環了 就是 就是QB那一段 影片其實還蠻可怕的 她從來沒有這樣過 她叫得很淒離 然後叫了好久 我那時候在外站很擔心她 差不多叫了 可能 10到20分鐘只有 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重點是還有一個傾向就是 那時候QB是很容易 突然自己被嚇到 然後就夾著一巴 趕快跑到一個地方去 好可怕喔 對 然後我就說 怎麼了QB怎麼了 然後她就一直這樣看著我 可是 這我也沒有辦法 我就整個摸摸她 我就沒事啊沒事啊 然後 對 她就這樣會重複 一直有這種狀況 就沒事就是會夾著一巴 然後就被嚇到那種感覺 重點是我們搬到另外一個地方去之後 就是貧民窟 沒有啦 就是我們搬到另外一個地方去之後 QB再也沒有這個傾向 因為我在香港第一個住的地方 並不是凱旋門 我住在青衣那邊 她也都沒有這個傾向 就是住進去凱旋門之後 她才有這個傾向的 一開始也沒有 就突然之間 她朋友還說 這個人應該跟你們回來滿久了 所以她都一直在你們家裡面 然後她就跟我說 這個是最明顯的 額 不止一個 不止一個 但是這個是她看到 最明顯的 跟我們最貼近的 這樣子 額 可是我房間就擠滿滿身滿海的人吧 然後 你睡覺在玩跌落汗 欸 你不要這樣講 很可怕 當時聽到後 我就覺得很害怕這樣 所以這就是 跟回來的鬼故事 那大家會期待有下集嗎 欸你覺得會期待有下集嗎 我覺得你可能大概講 更猛一點的 更猛一點的喔 因為這個是我親身體驗 我覺得超猛 還有一個也很猛 那個超猛 然後 下次我們留著下次講 然後大家就會說 你每次下次 下一集都是一年後 你可以更真的做 你空姐的東西嗎 不是我嗎 好啦 我會 把我的鬼故事講完 然後當然我朋友 手上也很多 所以 下次 的話 我應該是會邀請我的朋友 一起 就是 空服朋友一起來講 那最近呢 我會邀到一個 John回美國了 4月才會回來 那我最近會邀到一個 我之前的同事 就是小學妹這樣子 然後 她要來上我的節目 大家都說 喔 為什麼每次空服的話題都是 男生來比較多 那就是找女生來給大家看 好不好 好 欸你有什麼事 來來你來 然後我們跟 觀眾說 拜託拜託 請幫我們訂閱 讓我們超30萬 欸 欸 欸 認真 拜託拜託 請幫我們訂閱 讓我們超30萬 我媽媽會做出更 欸 我媽媽會做出更多的內容喔 大家 掰掰 掰掰 欸 欸欸 不要 好 我們要跟大家說再見了 你有什麼事呢 SIT SIT 先坐一下 SIT 先坐好 快點 SIT啦 欸快點喔 給點面子 SIT SIT 坐下 1 2 3 SIT 1 2 2 2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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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